一年365天 每天跟您分享一个乒乓球的小诀窍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黄河教练 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底线球的处理方法 你们在打球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经常碰到别人发的球 又快又低又转 冲你的底线去 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站在这里没有启动 容易被球顶住 没有关系 这种球的处理一定要先脚步做一个调整 而此我们出手要快 要快 对方快我们就快 对方动作小我们就动作小 快的球通常是动作不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保证动作小 戳球的时候 侧下旋 左侧下右侧下快的时候 我们戳球的话 不要太大的动作 握紧球拍 小动作去处理 如果说是我们要拉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拉大动作 这个时候拉大动作一定会慢半拍 一定会顶住你打飞了 或者直接碰不到球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拉的时候 一个小动作蹭它过去 这种蹭过去的中性球 能够确保你上台 在相似的过程中 在寻找其他的机会 能够跟大家跟对方相似住 这是主要的 而不需要大动作去拉 长的球小动作 在正手出台的时候 快的动作 我们也是一样 不需要这种拉拍 因为越快的球 你越拉拍 球越顶你 一到了这里 你就没办法控制球了 这把拍体 就出去了 就是一定要小而快 蹭球的方式 借它旋转 讲到这里 您听懂了 请给黄河教练一个点赞 关注评论转发 谢谢您 每天晚上八点半 我们都在直播间 跟大家去讲解 更多的乒乓球技术 欢迎您 到我的直播间 跟我互动交流 好